丹佛 我们的家系列 这是一个在大山里的小镇 好多的屋子都已经年旧石修 看上去有一些历史的旅社也几乎荒废 街上也不时的有游民和酒鬼咆哮 虽然在雪山一旁 但似乎时间在这个地方停止 数十年如一日 滑雪设备还蛮娘春的 这是伊丽莎白配普基和友人 到这个柯州小镇的第一印象 但他却爱上了这里的宁静 这里的与世无争 再往后的几十年里 这个小镇就如他和先生的世外桃源 他们一手一脚把这个小镇 从一个棚头过面的姑娘 打扮成了雍容华贵的公主 这一年是1939年 这个小镇叫做埃斯棚 其实一开始佩普基先生 对这个让太太一见钟情的地方 没有特别的印象 一直到1945年才踏足这里 但在商场打滚多年的他 看到了这里的未来 这里发展的无限前景 此后他买下了这里 不少因为欠税被政府充公的地皮 1946年起 他陆陆续续的创立了 阿斯鹏滑雪公司 造了世界最长的滑雪吊车 找了世界著名滑雪厂建筑师 为这个城市改装 但他知道阿斯鹏需要的是一个契机 让大家能够看见他的美 感受到他的独一无二的契机 1949年是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著名诗人 剧作家 文学家哥德的200岁名诞 这个就是佩普基先生 期待已久让阿斯鹏登上世界舞台的契机 在那个二战过后世界动荡的年代 佩普基先生请您 在阿斯鹏举办一场纪念哥德生辰的活动 邀请世界最知名的哲学家 文学家 音乐家 到阿斯鹏这个世外桃源 汇聚一堂 来一场思想风暴 讨论今后世界的何去何从 他广发英雄帖 邀请了数千位有影响力的绅士名院 到阿斯鹏来欣赏 被誉为20世纪最接触钢琴家的鲁宾斯坦演奏 来宁听曾经拿过三次普利兹奖的美国著名小说家 剧作家桑顿·怀尔德 曾经提名过十次诺贝尔文学奖 七次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 著名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等等 带领当时世界思想的剧情 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想 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个活动 还邀请到了从未踏足美国 医生在非洲奉献行医 被誉为现代基督的丛林医生圣者使怀者驾临 这是使怀者医生唯一一次来到美国 让世界媒体聚焦阿斯鹏 提升了阿斯鹏的高度 也打造了阿斯鹏这个名牌 两年后 安塞尔亚当斯在湖畔拍下那张张世人惊艳的赫灵山美景 自此永远改变了阿斯鹏和赫灵山的命运 则是后话 而后佩普基先生创立了世界著名的阿斯鹏学院 这些年来 每一年都广邀寻闲 到这里高谈阔论 各书几件 让阿斯鹏论坛 成为了带领世界思想潮流的华山论剑 也让阿斯鹏如同一颗明星一样 继续发光发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